来我们看一下这题 他说A-2Y等于10 对吧 求这个适者最小值 怎么算 我一再强调 像这种题目 求最大最小值 出现这个平方相加 麻烦用什么 用科西不等式 这样就不行 各位求最大最小值 出现平方相加 麻烦用科西不等式 但是用科西不等式的时候 麻烦你第一步 先把它的格式把好来 把它写成平方相加 乘上平方相加 行不行 乘下会大A等于相乘平方 这样可不可以 怎么写 其中你看一下 这A-2Y 有没有平方相加 没有 没有话 麻烦你摆这边 S-2Y 这S平方加Y平方 是平方相加 麻烦你摆这边 怎么摆 把这S平方给缩进来 这里面写 XS 把Y平方给缩进来 这边乘Y行不行 所以说你观察一下 把这个平方相加 乘上平方相加 要大A等于相乘平方 怎么乘 其中这个科西不等式要成立 有一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头乘头 我AK乘上多少是AK是 1 尾乘尾 这两个相乘要等于 -2Y 所以Y乘上多少是 -2Y -2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这时候平方相加 乘上这平方相加 会大A等于相乘 AK乘一次起 AKS 加上Y乘负二次起 负二Y的平方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 起到这边之后 你观察一下 写出来这边是 S平方加Y平方 乘上 1加4次起 5 大A等于几 这边次起 S减2Y的几次 两次 对吧 这你看一下 这A减2Y自己 10 12平方 100 所以S平方 加上Y平方 乘上5 大A等于12平方自己 100 把乘以11 乘以10 所以S平方 加Y平方 大A等于几 20 所以说 直到S平方 加Y平方 至少是几 以上 20以上 所以S平方 加Y平方 最小 至极20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因为S平方加Y平方 大A等于20 所以S平方加Y平方 最小只能到20 可以再比20小吗 不行了 所以最小 就是极20 这样可不可以 把这边 把这题看一下 下床 下床